那么注意我们刚才那种停车是长时间停放 就是说你把车开到甲或者看单位 准备下车要离开车了 这个时候你得是停车了之后 拉手刹车可以停车的才要 然后在这种长停的状态下起步 还是从踩刹车开始 第一步踩刹车 第二步换档换到第一档 地 再送过去 送回到停车的 注意自动挡汽车换档的时候 不要低头往这看 往这看就歪好了 在这 这上面有对应位置 看着这儿换到地的 来 换到地 是吧 手刹 送开 所有自动挡汽车上面都会有提示 要看是往那看 不是往下看 走 给油来 轻轻给点油走起来 好 停车 半脚刹车踩一半 感觉到有阻力了 就稳住有阻力那位置 说平稳 长停三步 别动 别动 不对 步骤不对 踩刹车来 第一步拉手刹 第二步 第三步踩脚 注意这个停车是脚刹车手刹车 通过两个刹车把这车定路 完了再换档 因为新手经常会换错档 换错档它一整个换倒档 或者是换S档 它换错档 如果我把手刹车拉上了 换错档也不要紧 抬脚它走不了 手刹都拉上了 所以脚刹手刹 通过两个刹车把车定住 防止误操作 你有误操作车也走不了 抬刹车 挂档 松松刹 给油 给它油 我思维你起步结束 停车 半脚刹车 停滚之后三步 一二三 好了 对 是直的 往前 不是往往边 好 再来一遍 踩挂送踏 踩 挂 不对 踩 挂 踩 挂 踩 踏 踏 踏上油门 好 停车 半脚刹车 不要把刹车踩到底 三步 一 二 三 非常棒 很快进入状态 学得快